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叫踏青节 在仲春与牧春之交 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8天 是中国传统节日 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 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清明节因为民间活动的特殊性 清明节有许多的禁忌需要我们知道并遵守 一旦处理不好 会影响到自身的风水平衡 甚至会对以后的运势产生不利影响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清明节整个月份中每个生肖鼠项的开运方法 生肖鼠 生肖猪 鼠为子水 清明月正观星和身 有利于事业和单身女性正缘桃花 周末或者休假时可以和志同道合和工作伙伴一起出游 有可能获益匪浅 出游方位可以以居住地为中心 往西边的地方外出 借西方金五行生子属水五行 以阴护身 给自己带来靠山与保护 而对于单身女性来说 如果此月想桃花朵朵 则适合出游今年喜庆九子星所在的东北方和桃花一白星所在的正南方 诸位害水 清明月偏观兴旺 有利于副业 但同时此月工作压力大 好在有人水比肩住身 所以出游时适合与工作伙伴一起行动 尽量去环境清静的地方 远离吵嚷 既可以放松身心 又能与他人顺利沟通感情 出游方位既可以在居住地附近 也可以在居住地的正西方 前者今年立事业的六百五曲所在 后者已今生水 带些好运 生肖牛 生肖龙 生肖羊 生肖狗 生肖牛为丑土 生肖羊为味土 清明月为节才望 交际聚会会相对频繁 而且比节争彩 购物欲 花销可能也会多一些 所以对于生肖牛和生肖羊的朋友来说 如果囊中羞涩 其实适合宅在家里 看看忙碌时错过的电影 电视剧 综艺等 也可以节省开销 如果外出的话 适合出游 今年财星八百所在的西方或者正南方 借南方活五行 生土五行 给自己带来稳定和好运气 生肖龙为尘土 生肖狗为虚土 清明月比肩旺 形势干尽十足 但难免固执 而且交友 聚会也会相对多一些 比肩可担财 利于合伙经营形式 所以生肖龙的朋友可以放心大胆地与人共游 而生肖狗的朋友 阴沉虚冲 此月特别适合安排出差计划或者游玩计划 生肖龙生与肖狗的出游方位和生肖牛 生肖羊同样 生肖虎 生肖兔 生肖虎为银木 清明月偏财运望 适合投资理财 如果有这方面意向的话 可以多于有经验的前辈取取经 但不要抱着投机取巧的想法 如果外出的话 适合出游今年才星八百在的西方或者正北方 借北方谁五行生目五行 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生肖兔为卯木 清明月正财运望 立事业与薪金 此月适合全力以赴在工作上 如果有提心要求 也可以在此月尝试向上表述 但最佳的工作态度就是劳逸结合 消兔的朋友如果外出游玩的话 适合独自成行或者与家人一起 尽量不要与工作伙伴共游 可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争吵 以免影响感情 累积日后工作 出游和生肖虎一样 移去西方或者正北方 生肖蛇 生肖马 生肖蛇为四火 清明月时神望 力技艺 技能 厨艺发挥 但同时也亦单于享乐 工作时可适当尝试技能类 或者学习类的内容 休假时可以在家陪陪家人或者烹饪 如果外出游玩的话 可以去参与手工类制作 美食等活动 出游以去正东方 借东方木五行生活五行 立身心安稳 聚集好运气 生肖马为五火 清明月商观望 立艺术 创造 学习 同时也容易显得高调炫耀 工作时可适当尝试与创意 构思 美术等相关的内容 如果外出游玩的话 可以参与摄影 画展 音乐会 美妆 动漫等艺术才华类的活动 出游和生肖蛇一样 一去正东方聚集好运气 生肖猴 生肖鸡 生肖猴为身金 清明月偏应望 力学习 艺术 创造 设计 计划 但同时易于孤方自赏 工作时可适当尝试学习新知识 或者偏向设计 研究等内容 休假时不要宅在家里 多和朋友外出游玩 敞开胸怀进行接纳 可以多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展会 出游不宜远游 可以选择究竟原则 在居住地附近活动 借中央图五行生金 聚集好运气 生肖鸡为有金 清明月正应望 力学习 名誉 慈善 但有时太过专注眼前 而显得不够上进 工作时可适当学习新知识 多与年长者 领导在一起行事 会多得注意 休假时可以多与长辈培养感情 或者与年长者出行 出游可以选择在居住地附近活动 借中央图五行生金 聚集好运气 或者去今年 闻取四绿星所在的正东方 有利于提升学习能力 适合去参加慈善活动 感恩你的观看 福生无量天尊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